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要来跟大家探讨一些蛮有趣的议题 最近几年跟东南亚之间其实有很密切的往来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我们的东南亚的朋友 在台湾的街上可能在夜市或是在百货公司 甚至在公车捷运上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这也表示台湾其实是越来越多元化 以前我们跟东南亚之间比较是处于经贸 或是一些其他文化领域的交流 这几年以来其实政府在推动这个新南向政策上面 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个拓展 今天又要跟大家谈的这一项 其实就是教育上的这个交流跟合作 今天就来谈谈到底台湾有多少东南亚的学生呢 今天非常开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张艺杰 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张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 张老师其实在东南亚这一块做很多的研究 尤其是在学生之间的交流 我们很多学校里面的学生 除了中国大陆之外 当然还有外籍生 现在东南亚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当然也是政府在新南向政策里面的 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 先请张老师来跟大家say hello 徐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很荣幸今天受邀来可以跟徐老师来讨论这样的议题 谢谢 在访问前我跟他聊天 他说有一点小紧张 我说不要紧张 首先当然我想要跟老师聊一聊就是 因为我们本身现在都在东南亚这个领域 我们现在是迎接从东南亚的学生来到这里 那我自己是到东南亚去了 有一段时间是在新加坡 所以我还蛮能理解这种 在教育上面相互交流的一个很不错的优点 请教老师的是说 像这几年东南亚同学来台湾状况 跟过往比起来 你觉得有没有非常大的不同 根据教育部111学年度的一个统计 所有的一个大专院校的外籍生 大概有十万三千人 新南向国家的学生 就有六万六千人 占整个外籍生的一个比例到63% 这么高的一个比例里面 其中越南就有两万三千人 是占整体的23% 印尼也有到一万六千人 然后马来西亚大概一万两千人 这三个国家 占总体的外籍生的数目是超过51%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数字 如果我们比较过去的状况来看 最大众过去是由中国大陆来的学生 在104学年跟105学年 几乎都占到37% 现在目前这几年跟过去很大的不同 第一个就是东南亚学生的占比提升的一个速度很快 第二个部分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在这里面 硕博士的一个比重一直在增加 111学年度硕博士的学生占比大概全部外籍生里面 接近大概20%左右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 那现在中国大陆学生因为他们政策的关系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降到剩下还没有毕业的大概两三千人左右 是老师你刚刚提到111学年度的 现在东南亚学生已经有六万多了嘛 对对 你刚刚提到是十万多是全部 对 哇那真的是六成哦 对占63% 哇塞那真的是很高耶 对 因为我也在两岸相关部门待过 以前我们都要去看看这些两岸的同学来这边生活的状况 还有在这边学习的状况 有没有需要政府这边协助的部分 从这个数据上看起来 从109年学年度开始就已经被新南向的国家超车了 对对对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这几年两岸的这些状况 也影响到这个中国大陆学生来到台湾的这个相关的意愿啊 情况这也是有差异 我自己是蛮习惯的 因为像在新加坡的时候在路上或在车上遇到的 其实你就是听着各种不一样的语言 是马来文啊 可能是印尼文啊 可能这是英文啊 或是还有的广东话啊 闽南语啦 或中文都有 台湾人可能有时候还没有那么适应说 你在街上听到东南亚的语言 有些人甚至还分别不太出来 这个状况其实在台湾的街道上是还蛮常遇到 我现在在街道上或在捷运上看到 我都会觉得这个应该是从哪一个国家 我大概可以分辨得出来 因为在新加坡听的比较多一点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老师你觉得为什么这些东南亚学生 会选择来台湾 而不是去譬如说去日本啊 或中国大陆啊 或是在他自己东南亚的国家 因为东南亚其实也有一些国家的大学 程度其实也是非常好 就你的观察 为什么要选来台湾呢 我想基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诱因就是 我们台湾的一个薪资水平相对 是比他们高很多 就我自己的一个了解 像在越南目前一个上班的阶级 薪水大概是300块美金左右吗 300块美金大概 1万左右 1万出头 然后印尼跟马来西亚可能更低一点 那所以在台湾的一个基本薪资 相对高于他们那么多的话 他们还是比较有吸引力 另外一点就是台湾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整体还是比较好一点的 那他们来到台湾之后 在学校 然后会学习中文 这些会双生代的 会中文又会当地语言的 现在因为随着我们台商 外语到东南亚越来越多 他们的需求越来越高 然后相对他们可以拿到的薪水 或选择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多 另外我有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 这些来到台湾的东南亚学生里面 其实有很高的比例都是 他之前他有亲人来过后 已经住在台湾 很多是这样的比例 因为我们过去台湾的 这个东南亚的移工很多 还有一些叫到台湾的新住民 那这些亲戚的关系连带的 相对是占蛮高的比重的 所以算是这个彼此的口耳相传 就是一个连结 他来到这边他有 这边觉得很好 印象不错 回去我也跟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台湾其实是很棒 可以去的环境好 人也很友善 政策也不错 薪资也不错 可能是这样子 对 很多就是说 比如他姑姑叫到台湾来 或者他阿姨在台湾 或者他妈妈以前 曾经来这边打工过 那这种相对会鼓励 小孩子过来的 这种比例很高 就我接触到的 蛮多是这样的状况 是 我记得我的印象是 我前几年开始教书的时候 第一门教的课 就是新加坡跟台湾的一些政治 相关的法治的比较 班上 有时候要开始做报告的时候 我就会听到同学们 怎么那口音有点不太一样 这怎么 其实他讲中文 但是你在怎么听 你都还是可以听得出 我就会说 不好意思 你是台湾的学生吗 他就说 我是马来西亚的乔生 或是我是印尼的乔生 原来我班上有不同国家的人 后来才发现 好像不是只有一个或两个 好像有大概五分之一 我班上都是东南亚的学生 我会问他们说 你们怎么会想要修 有关新加坡的课 他们说 想要多了解新加坡 毕竟因为新加坡 在东协十国里面 他是相对发展进步的速度 是比较快一点的 所以他们也想要了解 这个新加坡 但是他们来到台湾 他又可以了解台湾 所以他等于是一减二九 那也很好啊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让我们看到 是台湾现在我们的教育的 一个成员里面 也越来越多元 我们的学生其实已经不是只有从中国大陆 从东北亚 从欧洲 甚至美洲 现在已经很多是从东南亚这些国家过来的 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 在这个薪资水准上 可能会比在他们原国家状况会好一点 台湾 其实我们在薪资上 最近一直几年来都有调薪 也会根据一些不同类别的职业给他们 而这个薪水上也会不一样 印象是在新加坡里面 他也是一个缺工蛮严重的一个国家 因为他一直都很需要外来的一个劳力的需求 不管是高阶或是比较中阶的 我的了解是 他们给的薪水是有点不一样的 本外劳脱钩 但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基于各种不懂 不管公平的原则 人权的原则 我们是秉持 这个都一定要是要一致的一个标准 他们也会想来台湾 当然也是 我觉得也是蛮不错 无可厚非 请教一下就是说 像这些学生来台湾 像我们学校 我们也当然遇到很多 我自己课程上有遇到 那我们现在自己教课的对象 这个学生 其实也都是很多 都是东南亚学生 他们来台湾开始 不管是从大学 或者是直接从研究所的就读 你觉得他们选择的取向 这个大学的性质 会是大概是哪一种 可能是有一些是比较偏科大 一些像我们这个教育大学 那有一些是一般的大学 甚至是可能不同的 有的是比较济质的学校 你认为 他们的一个选择取向 会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目前看到的状况是 大部分现在东南亚学生 都是进到一些科技大学比较多 可能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之前的政策嘛 然后少子化 所以这些科技大学 本身比较积极 当然相对能吸引到他们的 可能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 要有比较好的优惠的奖学金 所以我们目前现在大学 或硕士班来看的话 私校一学期就要五万的学费嘛 所以一年他们要十万台币的学费 这个对于东南亚的 很多的学生负担是很沉重的 如果说这些学校相对 他们有提供更多的奖学金 他们会选择的机会 相对是比较大 另外一个我刚刚讲 就是跟企业的对接的部分 那像我们现在目前 有几个新南向的 一个招生很好的 都是接近科学园区 南科或者是竹科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以很大量的 去跟这些企业对接 对这些学生来讲 他们不管他们在实习也好 或出去就业以后 要转正式员工 都是比较保障 所以这样属性的大学 是比较容易吸引到这些学生的 确实是如此 我刚刚在想说 像一般的这些科大 有一些学生都来 学生来 不见得是选择科大 他会选择一般大学 好像就跟这个企业上的连结 似乎就没有那么深 对对对 好像有一些企业会去学校 可能有一些实习的机会 就我自己的观察 我觉得像东南亚学生来到这里 老师你有没有觉得 他们在这边 当然除了选择的校所 或是科系不一样 要符合他们的需求之外 跟他们未来就业的接轨之外 你觉得他们在生活上 有没有可能遇到什么的问题 我那时候刚到新加坡的时候 我最难适应一个问题 其实有时候是饮食 虽然说这个东南亚的饮食方面 已经跟台湾很多东西 蛮相近的了 我们在台湾其实也会吃 很多东南亚的食物 耳熟能详 像什么肉骨茶之类 杂碟等等 你还蛮熟悉 但是台湾人还蛮多 饮食上很多元 我们很常吃的肉类就是猪肉 但是东南亚很多同学 他可能是 他本身是穆斯林 他碰到这个猪肉 他就会比较 有宗教上的这个因素 你觉得在这个饮食上面 像我有时候 想说我要吃个素食 说实话 我们在台湾 吃这个素食跟蔬食 还是有一点区别 吃素食是完全是吃素 可能是全素或是奶蛋素 那你是蔬食 可能里面还会有一些是有 昏食的成分在 不管是sauce 或是一些配料 他们在饮食上 台湾这方面 对他们来讲 会不会是友善的 还是说是 还是需要再有一些精进的 应该这么说 就是大部分奶的 其实刚开始来都 饮食都没有办法太适应 真的吗 我们其实可以想说 其实我们吃这些东西 应该算还蛮清淡 可是很多越南的学生 跟我反映说 台湾的食物太油了 太油 太咸了 所以其实我自己到越南 观察他们都很瘦 长得很瘦 对对对 老师前陣子才去越南 对 跟他们这一种 喜欢吃蔬菜占比很高 那相对他们在台湾 他们要这样的 像维持过去的饮食 他们只能自己开火 所以其实我发现 他们很多学生 都自己简单弄一弄 只要他们可以的话 像泰国学生 也跟我反映说 台湾的米 他们觉得不好吃 真的吗 他们就自己煮 对 然后自己去 泰国是那个长米 比较没有粘性的 对对 他们说老师 我们的米很香 可是你们不会煮 人就是煮不出那个香味 你知道我讲到这个米 我就有一段故事可以讲 因为新加坡也是吃长米 对 就是粘性很低的那种 一摇起来会散下去 用筷子夹不起来 新加坡有一道食物 叫台南鸡饭 对 台南鸡饭 他们就会把那个饭 装在那个碗里面 装的平平 然后倒扣圆圆的 对 就像我们台湾有时候在做 给做给小孩子吃了圆圆的一坨饭 他也可以倒扣成一个圆圆的 然后上面放鸡丝啊 那里那个鸡汁 你通常都很难用筷子直接 台湾的米是直接筷子一夹 可以夹一块起来的 他们的米是不行的 因为散散 所以然后用汤匙 这个是我在新加坡最难适应的 就是那个米跟台湾的米不一样 我们的米是跟日本米是比较近的 就是粘性比较高的 粘着度可以一球这样 那他们米是没办法这样子 这是我那时候最难适应的 那时候甚至还请朋友啊 家人从台湾包裹寄台湾米过去 我还希望 我说天哪 我想要吃台湾的米 所以你知道这个饮食习惯 差异真的蛮大了 老师刚刚提到的时候 他们就想我们的泰国的米比较好 他们有他们的煮的一个程序 他们有很多方式我们不会煮 他说我们煮不出来的味道很香 或许我也煮错啦 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想念家乡的 食物的一个蛮重要的因素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异点 米就是一种 刚刚有谈到这个生活习惯 饮食是一种 那有没有其他的 譬如说像穆斯林 其实台湾现在每年都有那个开灾节 对于东南亚这个人民啊 或是学生哦 我旅客都蛮友善的 有没有听过 我们这个学生有去参加 他们属于这种开灾节 我记得好像都四五月的时候开灾节 他们还是个别会就他们的信仰去他们的地方 像越南学生有些信天主教 他们会上那个就是有越南神父的教堂 哦 因为很重要是精神的衣归嘛 所以他们有去查说这个是哪一个地方有越南的神父 在我们学校对面的附近就有一个越南神父 他讲我才知道 因为他们总是来这边生活压力还是需要他们宗教的支撑嘛 学生他们就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连结 对就找到他们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个支撑 我觉得学生间的连结真的是很厉害 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这样哦 去到那边人生地不熟 那你总要靠着你以前在这边住过的学长姐给你一些经验啊 哎这个地方可以去吃什么哦 或是这个地方可以去哪里玩 刚刚好我那时候也很有趣的一个情况是 我刚好上一个学姐也是台湾人哦 她说我的这锅子可以给你哦 碗可以给你 餐具杯子什么可以给你 吹风机可以给你 因为那个电压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带那个转接头 那我就接收她所有的东西 像我那时候的中国同学也是 中国同学在新加坡的人数很多哦 对他们也是会接收他们的几代传下来的 我们人比较少 但是他们可以接收很多大 有电锅有微波炉有什么东西都有 所以他们常会煮出一大桌 类似像满汉全新 哇那么厉害 那种菜哦 那你就是等着被摇货过去吃 去蹭饭 他们的网络 或者是有时候人家去一个地方 我想是要去买个东西回来煮鸡腿啊 鸡腿有时候当然就是超市会有 但是他们可以煮出的料理 是类似像牛尾汤那种东西 牛尾 我心想你到底是哪里买的 通常是有卖牛尾这个东西吗 很厉害了 这个在学生之间的网络是只有他们知道的这个 类似暗黑层面的东西 蛮好玩的哦 我跟老师的经验谈 刚提到饮食啊 或是生活习惯不一样 这都可以说他们遇到了一些必须要适应的问题 在学习上面你觉得 他们普遍在台湾这边念书 有没有比较难克服 应该是说一开始来的话 语言上还是没有办法马上跟上 对我真的这我有感觉 所以我们在对待一些新生的话 我们上课上都会速度还是会比较慢 那可是我发现他们如果今天他打工 是直接到我们的一些店铺啊 而且是当前台的话 外场的话 他们其实语言的进步是很快的 对当然在学生刚来 我们在生活上其实也都会比较关注 比如他生活 因为他们前面几个月是很艰困的 因为他们如果要打工 也是工作增下来才能打工 那当中可能会有一个三四个月是不能打工的 然后加上语言不熟悉 所以很多学生都跟我讲说 那个启动费 他至少要预备三四个月的生活费 否则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来 因为他们的那个启动会 他等于三四个月没有收入 所以工作证这个下来的时间 大概会需要多久 因为他们要注册 有拿到在学证明 然后要再申请 可能要一段时间啦 那尤其刚来语言又没有那么通 在找打工的机会又不是方便 所以这个即使是以前我过去也不知道 后来他们学生跟我说 刚来几个月是最难熬的 因为他们可能本身就是 学费也是要付很大的学费 加上这些生活费 所以这几个月都没有收入 他们的那段时间是难熬的 所以我后来知道之后刚进来 我都会特别给他们关心啦 有一些可能是大学已经在台湾念书 就还好一点 他们比较知道门路嘛 对 阿如果是硕士才过来的那一种 你如果没有给他多一点关注 很多都会就想要退缩想要回去的 这种压力在那前面几个月是真紧崩 是 但我必须说台湾的学费真的是算蛮低的 大家如果有去国外过 不管去哪里 你都会觉得哇 台湾真的是公立学费这么便宜 实力说真的啦 现在又有补助 政府又有最失效的补助 哇也真的也是降低蛮多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一年就好 这真的是蛮贵的哦 不一样的需求啦 台湾对于我们不管国民啊 或是说外来的这一些移民啊 移工 我觉得都还是算蛮照顾的 当老师有提到 就是说这个不管是生活的关怀 他们必须当然也要靠自己去克服一些困难 很多事都要靠自己 自己人在外 只有自己而已 当然你还有朋友 你的同学 大家如果感情好一点 都是会互相帮忙 新南向的这个政策 其实让我们从这七八年以来 跟这个东南亚的连结是越来越深 现在政府在做的 还有没有哪一些是关于 不管是教育的交流啊 或是说要提升这些 我们跟东南亚学校的合作之间的 这些政策呢 是 因为今年刚好国家 推出一个最新的一个新型转帮 今年就要开始招生 那他的政策就是申请通过这个计划通过之后 那个专班的学生来台的单趟的机票钱 跟两年的学杂费都是由我们政府来帮忙负担 然后呢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专班的每一个学生都要跟企业 先签订一个合作的一个契约 然后这个学生每一个月的生活费都会补助一万块 等于是说他来了 他两年学费是不用自己负担 然后机票刚过来也不用负担 然后每一个月还可以拿到企业的这个生活的补助费一万块 之后实习这个公司也会让他去实习 然后毕业之后也可以到公司去上班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刚开始实施的一个新的一个专班的方案 现在其实是很多学校都有提出申请 就我知道至少有将近十家左右 七八家的大学都有申请这样的专班 是 对 那这个其实对想要来台湾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 所以相信这样的一个政策可能会吸引到一些 比较优质的一些东南亚的学生 所以这个专案就只针对东南亚就对了 没有应该都有 国际的都有 哦真的 只是说现在目前现在我们比较能招得到的是东南亚为主 就过去看了一个其他新南向以外的相对比较还是低嘛 所以这当然就会影响到他们之后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专案 如果推行了成功 这个以后他们毕业的就业的一个状况 可能就会好一点 其实我都还蛮担忧说 我们在这边推这个新南向政策 然后把这些好的学生来到台湾培养他们 其实都希望可以留下他们 可以帮台湾做一些工作啊 做一些事情 老师你觉得我们现在推了至少这几年这样推下来 你觉得他们毕业之后留在这边的企业 台湾的企业多吗 其实比例上来看是蛮多的 有一些可能回到原来的国家去 但是企业在那边的注点 对很多的形式现在就是像我看到的那个东南亚 现在因为我们本身我们是硕士班嘛 对我们的学生出去的主要的管道一个就是进到有一些公司 他是在东南亚有投资的总部的一个国际处 当做桥梁跟当地对接的 另外一种是你进到这些公司之后 他会给你训练半年在总部 然后之后外派回去 他的原来的母国 那其实他们拿到的薪水其实都不低 都不低 因为一般正常都其实跟台湾的硕士生差不多 大概有三五到四万 甚至有一些都四万多都没问题的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 他们会愿意留在台湾的企业工作 相对意愿会提高很多了 即使他们如果不留在台湾的话 他们直接回去他们的母国 一些中资企业或台资企业 其实也都是很受到欢迎的 目前现在状况是这样 对我们觉得政府一直在推 欲财留财滥财 也希望说这个有越来越多 中高阶人才来到台湾 在这边贡献他的所学 有一些状况是说 我们如果可以从他还是学生的时候 就培育他 其实他跟台湾的连结是会更深 除了是培育他们之外 另外的方面 我们也是在做一个 外交关系 国际交流 以前我们在说东南亚 像以前我记得很多的同学学生 以前都很多中南美洲的 或是很多东欧的 我印象中看新闻的时候 好像在疫情的时候有蛮多 我们跟东欧那边 这个互相捐赠的这个物资 口罩 疫苗等等 其实好像都是以前 那个首长都曾经来自台湾留学过的 所以说你说以后 这些东南亚的同学 他搞不好也是 他的国家的这个中流砥柱 除了各产业之间的交流之外 另外一方面 因为我们现在在跟东南亚这边做接轨 我前日刚好听到一个老师说 说他在研究东南亚 他已经年纪很大 后来退休 他说等我退休之后 这个东协才开始发展进来 因为他以前是研究东协的 我说天哪 怎么会这样 我说天哪 这个部分就是没办法 这个地缘政治的移动 板块的挪移 随着整个国际情势在改变的 当然我们也说 因为现在东南亚整个发展的状况 非常的快速 预计是2030几年 印象是2035年左右 他又会耀声超越哪一个经济体 现在好像全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这也为什么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原因 为什么他这么夯 所以在探讨他各式各样不同的议题 以后我们也希望说除了他跟我们的产业交流 也会提升我们未来 台湾跟东南亚这些国家之间的连结 因为东南亚国家确实来说 他的发展程度落差真的是差异比较大 我曾经问过同学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东协没有办法跟欧盟一样呢 他们说落差真的很大 有一些是低度开发国家 有一些几乎都是开发中国家 就大概只有一个国家 新加坡是已开发国家 但是欧盟不一样 欧盟几乎全部27个国家都是已开发国家 所以这也是未来东协必须要面对的这些挑战 也希望是说我们之后在教育层面 可以推出一些更贴切这个跟东南亚学生之间 他们的需求 还有跟他们的教育 还有政经文化之间的交流 我相信应该是会更有帮助 因为现在全部的国家都在作业 都在瞄准东南亚 大家看到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甚至是印度 也重新这个重启这个东进政策 又往东南亚走去了 所以以后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耀眼的一个地方 老师有没有最后想要补充的 我想是这个趋势是不变的 因为这几年的一个东协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 我们也很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一个东南亚的一个优秀的一个学者 可以来台湾来跟我们做一些交流 然后甚至是为我们台湾的产业再做一些 注入一个胜利军 是 谢谢 我们今天呢跟老师探讨到这里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那当然也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 持续的锁定我们东南亚夯什么 那我们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